北京时间11月19日 中国航空航天领域又传来好消息 中国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用长征三号以运载火箭 以一箭双星的方式 成功发射了第42颗43颗北斗导航卫星 自此北斗三号基本部署将圆满完成 值得一提的是 北斗三号不仅实现了全球覆盖 还将定位精度提升到了2.5至5米 随着我国北斗卫星技术的不断成熟 将逐渐打破美国JPS的垄断 目前全球主要运行有四大导航卫星系统 中国北斗、美国JPS、俄罗斯的格洛纳斯和欧洲的加利略 但美国JPS却几乎垄断了全球大部分市场 最重要的是卫星导航对军队来说都至关重要 失去卫星导航、东风快递、歼20等等先进装备 并会变成睁眼瞎 军事打击能力大大减弱 2005年之前 JPS对我国军队的影响非常大 曾经我们的军舰在执行军事任务时突然迷失方向 最后才知道是美国关闭了JPS信号所致 无独有偶 我们曾打出一枚导弹 莫名其妙地偏离了预定目标好几公里 最后也发现是美国JPS搞的鬼 所以我国才要自主研发出北斗导航卫星 首先就是要保证军用 在北斗逐渐成熟之际 我国就做过一个试验 关闭了美国JPS 成功发射了东风弹道导弹击中目标 这表明我国JPS正在慢慢分离美军JPS 其实不仅仅在军用领域 在民用领域 北斗也正在打破JPS的垄断 目前市场上有很多硬件终端 已经在使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只是很多人并不自知 我们只关注于能否准确定位 往往不会去探究究竟是哪个系统实现了定位 人们喜欢用JPS指代所有的定位系统 然而JPS在民用领域依然是一家独大 这得益于它市场上早期的终端硬件和软件算法 只兼容JPS 很多芯片也只适合JPS 没办法是让人家诞生时间早 成熟期长呢 现在能兼容北斗的芯片已经越来越多 未来将正式打破JPS的垄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